你干什么 小姐 来 没事吧 永乐二十二年八月 大明太子朱高赤登基为帝 离太子妃张氏为皇后 并册封郭氏为贵妃 册皇太孙朱瞻基为皇太子 胡氏为太子妃 免永乐二十二年户口炎梁 其各处拖欠玛草柴探 自永乐二十年十二月以前 进行捐免 再添一条 逃往各处人户 稀有其罪 发回原籍副业 免差遥两年 其户下所欠税粮 进行捐免 父皇 我报了前往各处的采办 你是不是为此事而来 父皇亭以西士马以及云南 交旨的采办都是续民之举 儿臣并无异议 唯有还都南京一时 还请父皇三思 谁说还都了 谁说还都了 朕身为说出口你便知道 你是不是现在也派人 快是朕的一举一动啊 父皇息怒 儿臣只是听闻父皇命人南下 修缠南京皇城 便斗胆揣测 待皇爷爷大丧几年过后 父皇或许有意还都 若儿臣猜错 还请父皇恕罪 前都已来 南梁北调 劳民伤财 阿鲁台又不断滋扰声势 南京 是太子定下的国度 还都南京 那才是遵循祖宗的旧制 父皇 北京乃龙兴之地 天险地利 皇爷爷迁都于此 正是要以天子之尊 镇守大明国门 致死宜平天下 成就万事基业 仓促之间轻易还都 皇爷爷的苦心经营 将毁于一旦 父皇 皇爷爷要杀之人 无论罪行轻重 您一律予以宽舍 他定下的国策 更是一一改弦更张 处处背道而驰 究竟为何 太子 不要仗着先帝对你的宠爱 你便可以对我如此地放肆 祖父爱我 只因着世上能够理解 他的人为我而已 祖父的报复父亲不懂 永远也不会懂 您只想做个仁义之君 但如今国家最大的后患不除 仅依靠仁义 无法天下大智 那你告诉朕 何为后患 分王 朕的所为 不用你来智慧 给我滚出去 滚出去 知语 真是 griff 迪 STE 等皇爷爷得胜环巢 我们一起去狩猎 大人 我等一直奉命监察东宫 如今新帝继位 会不会求获算账 跪下 胡上使 这是何意 太子妃 奴婢今日特意前来请罪 奴婢御下不言 让姚子金犯下司宗庄妃的大罪 司宗庄妃 庄妃殉葬之前 姚子金借由宋善之机 司宗庄妃出宫 此事由永宁公公毕阿金为证 如今后宫出定 皇后娘娘诸事繁忙 奴婢不敢惊惹 特意前来请太子妃定夺 胡上使 你可知诬告是多大的罪过 即便你是我长姐 我也不会轻作 阿金 太子妃面前你还敢隐瞒 是不要命了吗 太子妃 是姚姑娘 给了主子一枚玉佩 才平安走出了北安门 什么玉佩 一枚唯有皇后才可拥有的奉佩 北安门守卫是宫中旧人 一旦见到此佩 惊恐上游不及 又怎敢阻拦 陈老将军允诺守口如瓶 回宫时 却须留佩为证 姚子监 你从何处得到此物 据传这枚奉佩 是先帝亲手所刻 仁孝皇后随身携带 日夜不离 宫中见佩如见主上 奉令无有不从 仁孝皇后亲自抚养太子 祖孙感情甚度 她崩世后 将玉佩留给了先帝 指明要将她留给未来的孙媳 您说 这枚玉佩 为何会在一个女官的手上 姚子监 你究竟是何人 殿下 叫她来 殿下 我想见她 是 是 什么事啊 殿下 北安门守将陈老将军 知道殿下日夜守候子宫 一直未敢打扰 听闻殿下归来 有一物奉上 onda 特殿下 你为何不打 药子巾 她便是当年先帝 为太子定下的正妃 庞长博夫人 太子妃 孙氏年方十岁 便由彭承伯夫人引荐入宫 由如今的张皇后抚养 半年之后 孙氏染疾出宫 留在永城养病 只待长大 再兴完婚 熟知先帝顺应天命 改立您为正妃 孙氏心胸狭隘 大病一场 先帝得之后 大为不约 自此之后 再也无人敢提起她了 太子妃 我早说过 您心自仁义 如今瞧见了吧 你竟被这蛇蝎女子 蒙蔽致辞 她隐瞒身份入宫 潜伏在您身边 到底有何目的 不言自明 胡相使 你我相处日久 我可曾做过一件恶事 伤害过一个人呢 你敢说 你掩瞒身份入宫 不是别有所图 太子妃 此女留之成活 断不能容 我知你很不下心 便由我来代劳了 来人 您真的要杀我 胡相使 胡相使 长善姚子禁 意图谋害太子妃 慰容公正司审问 已然服毒自尽 可一旦试射自己 你们备要扭转乾坤 罔顾是非了吗 不可 长善 不可 她非才不可 必须杀了她 长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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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宫后 我失去了一个妹妹 再见到你的时候 竟生事而复得之感 就在昨天之前 我还在想 你是这样的聪慧 断不能辜负 将来 我应该把一波留给你 可是 你威胁到了胡家 威胁到了太子妃 我就没有办法了 来世我会当牛作马 偿还我今日的罪孽 你糊涂 天下女子皆可入宫 唯独孙世不行 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 你就算不为自己 也要为你的至亲考虑吧 你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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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女子皆可入宫 你糊涂 你干什么 紫金 来 没事吧 紫金 殿下 把你带走 殿下 你糊涂